国内二号新增自立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案16116是一名30多岁的南非籍女子 特别的让一世忧心 因为她过去曾经在南非确诊 以妇商专案申请来台 检疫期间申请两次有条件外出 到高雄殡仪馆第一次裁剪是阴性 但是第二次转为阳性 国内专家表示 女子有可能感染Delta变异株 加上南非近期又发现了新变异株CE2 所以不得不格外的关注 加上她的CT值21 显示病毒量是偏高的 具有传播力 现在高雄市卫生局 除了匡列12名相关的接触者之外 也对殡仪馆的环境进行清销 仔细消毒每个角落 高雄市立殡仪馆的冷冻大楼 更将铁门拉下不让人进入 会这么大动作清销 全因为这里曾有南非籍的确诊者来过 就怕女子身上可能带有Delta病毒 或是南非新变异株CE2 进而威胁国内社区 不排除是Delta病毒株是没有错 应该是上一次的感染 她目前还带有一些病毒 所以相对的她目前来讲 坦白说还是具有传播力 会高度关注是因为证明 南非籍的30多岁女子案16116 早在7月28号就曾在南非确诊 8月底以富桑专案来台 在检疫期间申请两次有条件外出 第一次裁检阴性外出两天 到了第二次裁检却转为阳性CT值21 也让高雄市卫生局不敢答应 急忙针对女子的家人 还有殡仪馆人员 匡列共12名的相关接触者 国内专家也很忧心 女子的染疫病毒不排除 有可能是Delta 或是南非近期的新变异株C2 就有专家建议 像这一类的检疫者要外出 得再严格控管 究竟女子感染的病毒是不是Delta 还要等病毒定序出入才能确定 只是国内疫苗涵盖率低 不得不严防传染力高的Delta 走入台湾社区 否则一旦疫情大扩散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中等